不幸遇到歹徒不激怒 才能让自己身处危机 找寻一线生机 记者红文教育报道 中间新闻的幻障案 现在已经变成公众议题了 因为台湾不能够只剩下一种声音 现在就连独派团体 习恶岛联盟主席施政锋 他也放下自身的立场捍卫言论自由 他跳出来反击的是 如果遭到强制关台的话 那么就是赶尽杀绝 呼吁政府不该制造另外一个正男容 新则是悲痛地表示说 其实预定原本在明年 要来参加女人的毕业典礼 没有想到现在不能如愿了 而且他说 未来永远都不想要再到台湾 被海底的便桥底下遇害的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九月底的时候呢 也有一名女大声差一点被掳走 现在外界所执意的还包含了 这个地方路灯不亮 其实学生是有反应的 但是包含了校方还有市府 都没有积极的协助处理 而警方其实九月底的时候 货报也早就有犯案的预兆 但是没有提高警觉 这一连串的轻呼之下 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因此分局长自行处分 之前有名网友经过了台北市的伊通街 刚好看到了脱掉车的业者在进行脱掉作业 好没有想到就看到车主突然出现了 于是顺利的把车给开走 乍看之下还认为说 该不会是这个脱掉业者在放水吧 当然这个画面一出之后 立刻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 不过事后业者也成亲 当时的作业程序还没有完成 警方也同意车主能够把车领走 在程序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人身上下只穿着一条内裤 跑到了一间豆浆店去闲晃 远景前来关切之后 他立刻吓得酒醒 这才发现说自己没有穿衣服 于是他随手拿起了一个包包 想要遮住胸口 没有想到他拿到的 竟然是别人的遗失物品 现在恐怕还要吃上官司 详细状况呢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蔡比宏 没有想到立刻引发这名男子 他暴怒大声咆哮 甚至还呛骂对方说 你想要打架吗 最后列车长出面之下 请警方把他给强制带下车 第二个台北市长选战 到底要谁来选呢 现在在蓝军方面 当然呼声很高 动作也蛮多的 除了蒋万安还有罗志强之外 还包括了有港湖女神之称的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他也有了进一步的表态咯 因为他说其实选市长 他当然是不排斥的 列入人生规划 但是后来补充了一句说 不是现在 不过此话一出立刻引发大家热烈讨论 就这么刚好 他昨天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 就和黄珊珊还有柯文哲同台 气氛非常的微妙 也还包括了美国的总统大选 不过在今年刚好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现在选民们川流不息的提早出来投票 估计截至目前为止 全美国已经投出了八千六百万张的选票了 尽管川普这一方面不断的放话 很可能会涉及到选举舞弊 也不断传出在投票箱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但是依旧没有办法阻挡选民们提前投票的决心 还有美国选民见到了中天新闻 立刻是对台湾的口罩防疫赞不绝口 要带您看的是泽健林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新冠疫情确诊人数 昨天已经冲破了八万八千人 出来投票的选民人数不断增加 但是投票相出问题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 然后呢我回家准备就要来上网去看一下 我的选票现在到哪里 但因为今年这是新的设计 我想它应该有它的功能 所以我就信任它 我决定要这样做 加州在投票日之前 已经有高达超过四成七的选民 投下了他们的选票 但是加州并不在四个能够更改投票对象的州里面 也就是说这一票一投出去 就回不去了 中间新闻 周向林 郭山基报导 爱琴海地区30号发生了规模7的强震 结果立刻重创了土耳其还有希腊 至少有20顿的建筑物倒塌 在近海地区还引发了海水倒灌 目前已知至少有26人不幸丧命 还有超过800人受伤 19年的集团婚礼盛大登场了 其中最特别的是代表新人 黄虹瑜和郭新仪 这两个人刚好都是直飞F1的飞官 在日式台北国际旅展登场的第二天 依旧是满满的人潮 在今年有多家的饭店业者 首度推出了联合的住宿券 因为能够下探饭店集团指定的多间旗下的饭店 因而增加民众的使用弹性 所以询问度超高的 当然折扣也很杀 最低下杀了1.6整 鲁鱼很夯 不过现在温度已经慢慢下降了 这个时候泡汤正是时候 万里泡汤的全脉是来自于深层的海底温泉 全世界只有11个国家才拥有 不但可以疏通筋骨 还能够解除三痛 您抢救中天 立刻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还要带你来看到 这天后萧亚轩和现任男朋友 王浩已经交往三年了 两人时不时就会在IG上头晒恩爱 这回更是在真人秀节目当中 大方谈论情侣的日常 最推动离岸风电 但为什么会被学者痛批是政治目标的口号 如同紧加全民脖子 去面对可能的缺电风险呢 带您看专家的说法 收到了最新消息 就是总统府将会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半召开记者会 主要是针对了总统蔡英文上午的时候 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所做的财势发言 在议题当中呢 仅后的是美中关系 全球疫情 还有大家作为关注的美国总统大选 好另外还要告诉您就是美国的大选 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倒数关头了 但是美澳舰艇选在此刻高调使进了南海演习 而美日的军舰也在冲绳海域展开了军演 换句话说现在大陆的北部还有南部海域都被美军的舰艇夹击 而对此大陆也是不单示弱的 释出了日前双航母在海上合体的训练画面 同时强调的是大陆的双航母已经形成编队 时胜最激烈白宫争霸战 川普 拜登从疫情北周角力 大反观任命一路过招 究竟谁能胜出成为白宫新减人 请锁定五十一月四号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三十分 2020美水开票白宫争霸 特别恨恨 旅客水开票白宫争霸 全球准备吹 感谢观看